2020年是良极山脈旅遊年 新北官旅局不斷鼓勵民眾走出戶外 打出新北登山旅遊節的活動 與中央政府一起向台灣的山林致敬 優質節目MIT台灣制的主持人麥爵明 走遍台灣山越 表示大台北地區四面環山 是開始體驗山林獨特魅力的好地點 新北市的山它蘊藏得非常深厚的一些 人文的一些資料 像有一些古道或者有一些山村的小步道 它會結合很多的鄉村的聚落 像一些都市那有一些歷史的遺跡 像因為新北市這邊很獨特 像煤礦的文化、財經的文化 然後古道上面會看到很多的一些歷史的聚落 所以它充滿了歷史的這種人文的厚度 新北市推出六大山林套裝行程 包含了具有歷史意義的淡然古道 以及可以遠眺無敵海景的步道 後續將推出泰雅勇士之路 帶著遊客踏上早期泰雅族的狩獵山徑 這六條步道基本上都是非常適合老少嫌疑的 那我們報名時間是7月28號的下午2點鐘 那名額是800名 所以大家一定要守到立刻來搶 那因為官員局有一些補助 所以我想希望這個絕對是物超所值 希望大家能夠把握機會 台灣擁有相當多元特殊的海島地貌 今年因為疫情關係 無法出國旅遊 假日不妨多參加山林的一日輕旅行 重新體驗台灣山林的美好 孫內TV 新北報導 人比一天更多元 good 嘉島 朋友 attain